老公出轨出恋,让他怀孕,婆婆,你受累点照顾他,男朋友为了就出恋,把我扔在婚礼现场,他妈竟然要我去照顾他儿子出恋肚子里的孩子。 我指着大门口吼道,滚,老娘不伺候了,方自俊先生,无论贫穷,疾病,困难,痛苦,富有,健康,快乐,幸福,你都愿意对陈佳琪小姐不离不弃,一生一世爱护他吗? 神父又重复了一遍,方自俊还是无动于衷,我心里不悦,从刚才婚礼开始,他就这样魂不守舍了,听着周围宾客议论纷纷,我有点难堪,我爸妈他们也是一脸不悦,直到神父重复第三遍,方自俊才有一点反应,他嘴巴动了几下, 我愿意三个字就是说不出来,我的怒火快要控制不住了。 下一秒,一道手机铃声响起,是方自俊的手机,他点了外访。 子俊,我祝你新婚快乐,我现在在滨江大桥,我想和你道个别。 对方挂掉电话后,我的准老公方自俊,扭头跑了出去,头也不回,把我一个人扔在了婚礼现场,所有人都惊呆了,婚礼上新郎竟然跑掉了。 一时间,现场议论纷纷,亲戚们都在指指点点,看着方自俊的背影,我的怒火压不住了,一把丢掉投杀,拉着爸妈就要离开。 而方自俊他爸妈,却拦着不让我们走。 方自俊他爸,对着我爸妈道歉,表示一定要方自俊回来,重新举办婚礼,给大家一个交代。 我笑得一脸讽刺,婚礼,啊,老娘不稀罕了。 方自俊他妈,把一切都怪到我身上。 要不是你没本事,子俊会搞得大家这么难堪。 妈,刚才您可是听到了,方自俊接了一个女人的电话,那女人好像在寻死呢。 女人寻死四个字,我加了重音,牙齿咬得滋滋响,原来是打给初恋。 怪不得一个电话,就抛下自己的准新娘。 你放屁,子俊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 一直在外,假装温柔贤淑的方妈,竟然不顾形象了。 大家好像都是第一次认识这样粗鲁的方妈。 全场一煞时安静了。 不理会发疯的方妈,也不理会道歉的方爸。 我和爸妈像一众亲戚道了歉。 我用脚使劲把捧花碾得稀碎,和爸妈回了家。 第二天,方自俊带着他初恋和他爸妈上门了。 他爸妈上门时,完全变了个样子。 他爸没有昨天道歉的卑微,他妈则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态度。 方自俊他旁边的女人捂着肚子,倚靠在他身上。 好一个楚楚可怜。 刚坐下,方自俊他妈一句话就让我愣住了。 小陈啊,冰冰他怀了子俊的孩子,子俊要上班,你受累点照顾他。 我猛了,我看着方自俊,问他什么意思,他竟然和别人有了孩子。 他无动于衷,好似他妈说的都是对的,也没有丝毫对不起我的意思。 看着他初恋眼里的得意,看着我爸妈被气得说不出话。 看着默不作声的方爸和还在喋喋不休的方妈。 我站了起来,指着大门口,对着方妈怒吼道。 滚,老娘不伺候了。 在场所有人都被我的吼声惊到了。 林雨冰假装被吓到了,捂着肚子叫疼。 方自俊指责我太大声吓到了他孩子。 方爸则是一脸不高兴。 指着我爸说,亲家公,你女儿也太没教养了吧? 怎么叫自己婆婆滚? 方妈则是又抱了粗口。 放屁。 陈佳琪你也不看看你自己,让你照顾冰冰都抬聚你了。 你兜了,要不是我儿子,你这么大年纪都没嫁出去,谁知道是不是身体有什么毛病。 他妈说完还上下打量了我几下,就像在挑选商品一样,眼神里满是嫌弃。 我爸妈平时来往的人都是温文尔雅的,何时见过像方妈这样的泼妇。 我爸不好意思说重话,我妈可不会任人骂不还口,当场就怒对回去。 方妈妈,我女儿什么教养就不用你操心了,我们也不打算重办婚礼了。 方自俊听到我妈的话,从安慰淋雨冰中回过神来。 她皱着眉头,一脸不悦地指责我。 佳琪,你妈这是什么意思? 我俩不办婚礼了,我双拳紧握,忍住想打人的冲动。 紧咬牙根,我深吸了口气,一字一顿说道。 不办了,没必要了,找个时间离婚吧。 方自俊仿佛被我的话激怒了,神色陡然沉了下来。 佳琪,把话收回去。 只要冰冰生下孩子,我就和你重办婚礼,婚是不可能离的, 我向你保证不会让冰冰进门。 林雨冰听到方自俊的话,脸色苍白,眼里满是不甘, 然后不知想到什么,又压了下来。 她努力装作不在乎的样子,低声道。 佳琪姐,孩子生下来后,我会自行离开,不再出现在你面前。 方妈心疼地搂住林雨冰,嘴里都是冰冰你太懂事了。 冰冰你受苦了,眼神却狠狠地弯了我一眼。 冰冰都做到这份上了,子俊也答应和你重办婚礼。 你还要怎么样?你家这么有钱,你就辞去工作专心照顾她。 孩子出生了也是叫你妈妈,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我瞪大了双眼,第一次听到这么荒谬的话。 一个小三,让她的孩子叫原配妈妈,我自己是生不出孩子吗? 我需要一个小三的孩子叫我妈妈。 我爸妈也是第一次听到这样雷人的话。 愣在了原地,就像被雷踢了,傻掉了。 看见我瞪大的眼睛,方妈妈放低了声音。 佳琪啊,妈也不忍心啊,冰冰怀的是子俊的骨肉啊。 难道我能眼睁睁看着方家的血脉流落在外吗? 方爸爸也开始开口,让我爸妈劝我。 亲家公亲家母,冰冰生了孩子后,我们就送她离开。 子俊和佳琪还是夫妻,佳琪也还是方家的儿媳妇。 而方子俊听到自己爸妈的话,竟然同意了。 她甚至还拉着我的手,放在她的心口,深情地对我说道。 佳琪,我还是爱你的,但是冰冰有了我的孩子,这个孩子我很重视。 只要你好好照顾冰冰,照顾这个孩子,以后我都听你的。 林宇冰看着眼前刺眼的一幕,指甲狠狠地扎记了手心。 快了,只要把孩子安全生下来,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和方子俊是在大三时相识的。 当时学校在办元旦晚会,我作为晚会的主持人,开始前在后台对稿子。 方子俊正巧来找他的表弟,就是和我一起主持晚会的张文。 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方子俊是我们学校金融系的,而且他在学校里面知名度也挺高。 第一眼看到他,就觉得他身上有种破碎的美感,而且我发现我有点喜欢他。 后来才知道,他是刚和初恋分了手。 我在晚会结束后问张文要了他的社交账号。 拿到他的社交账号那一刻,我开心地像个孩子,闺蜜夜夜问我是不是魔证了。 不是,我要到一个小哥哥的微信了。 我至今记得闺蜜的眼神,那种母胎单身年终于有人要的震惊,让我记了一辈子。 从那天后,我开始加上了方子俊的微信。 他刚开始对我话不多三句,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慢慢开始多话了。 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他买了杯热咖啡,递到我手里的时候,突然间亲了我额头一下。 佳琪,我们在一起吧。 那天晚上,我官宣了。 所有人都知道,凹大中文系细花陈佳琪处了对象,他对象还是金融系的方子俊。 每个人都在朋友圈里祝福这对情侣。 只有方子俊一直盯着手机屏幕里备注围冰冰发来的信息。 子俊,祝你找到了新的女朋友,我很好,你不用担心。 这条信息很快就被方子俊放进了备忘录里面,锁了起来。 自从我和方子俊成为情侣后,我经常找他去约会。 我知道他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约会的地方和吃饭的地方,我都选得经济实惠的。 方子俊好像也知道自己的窘迫,所以他都尽量在他经济范围内满足我。 我就像个刚谈恋爱的小女孩,很黏着她,她也没有嫌我烦,抱着我的时候还一直摸我的头发。 冰家琪,你很好,我喜欢你黏着我。 嗯嗯,谢谢亲爱的男朋友,我真的好喜欢你啊。 不过,冰,是我听错了吗? 陷入热恋的我,即使是方子俊无意间说出的话,我也没有放在心上,我也只当自己听错了。 有一回,我和闺蜜和方子俊的表弟张文,还有其他的朋友一起聚餐。 方子俊给我买了一杯加热的红豆奶茶,他递到我手上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全场人脸色都变了。 冰家琪,小心烫。 冰,我要的是加热红豆奶茶,不冰啊。 哎,紫俊,冰冰不是你浅浅熬。 看到张文旁边的人刚出生,就被掐断了话,方子俊也回过神来了,跟我说对不起,他刚才说错话了。 我反应不大,我闺蜜和我朋友反应可大了,当场就骂了方子俊一顿。 我闺蜜还想动手打他,被我和方子俊的表弟拦住了。 后来,我知道了,冰冰是他初恋的名字。 林宇冰是方子俊的初恋,我通过张文的口中得知,他们在一起了五年。 从高二到大三,整整五年。 晚会那天晚上遇到他,是他刚和初恋分手的第一天,所以身上带着颓废和破碎的美感。 我当时还以为他是文艺范的青年,没想到是和初恋刚分了手。 张文说,他表哥和林宇冰和他,他们三人是发小,而高二那年,他哥就和林宇冰表了白。 高考的时候,林宇冰平时成绩就不好,最后只上了个普通的大学,跟方子俊一样学的金融专业。 刚开始异地的时候,林宇冰还能忍受,时间一长,他就受不了了。 经常动不动就说分手,方子俊也害怕他真的分手,多次请假出去陪他。 看到方子俊这么在乎自己,林宇冰也不再说分手了。 但是好景不长,大二他又开始了闹分手。 方子俊曾经一度想休学去陪他,可是林宇冰又不想他放弃那么好的大学, 休学一年就要迟一年赚到钱,以后结婚就会迟一年。 所以,他深刻地对自己进行了检讨,一个星期后他又恢复正常了。 方子俊大三的时候,那天迎接新年跨年,老大举办了元旦晚会, 林宇冰突然打电话给方子俊。 子俊,我坚持不住了,我们分手吧,这次是真的分了。 以后我不会纠缠你了,祝你找到更好的。 电话挂断时,张文说他哥好像要崩溃的样子, 没想到他自己挺过来了,还来看自己主持元旦晚会。 知道了方子俊不是说错话,那个兵士昵称兵兵, 只是他意识到自己叫错人了,及时改了。 所以我几次听到的兵都不是听错,是一个人的名字, 是他前女友间初恋的名字。 这个渣男,他是不是在玩你? 是啊,佳琪,方子俊是不是有病啊? 他对他初恋念念不忘,干嘛还要招惹你? 他不会是看上你家有钱,才跟你谈恋爱的吧? 怎么可能呢? 出去这么多回,他都没有说要这样呢,反而很迁就我。 但是闺蜜和舍友都义愤填膺,气势汹汹要帮我讨个公道。 我苦苦哀求,闺蜜和舍友看不得我伤心, 只能暗戳戳找方子俊麻烦。 我后来知道他被闺蜜和舍友找麻烦后, 舍不得他受委屈,又回去求闺蜜他们手下留情。 他说已经分手了,只是一时之间走不出来,呜呜。 看着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为了个渣男不顾自己形象的样子, 闺蜜他们都怕我想不开, 只能停止找方子俊的麻烦。 不过,他们见到方子俊的时候, 还是不打招呼。 我只能歉意地对他笑笑, 他也没有怪我闺蜜他们。 可后来才发现,还是我太年轻。 方子俊和他爸妈初恋离开我家的时候, 我爸妈差点气出心梗。 我只能一个劲地跟他们道歉, 是女儿瞎了眼, 看上这么个男人。 爸爸没有怪我, 妈妈也抱着我安慰说, 琪琪,这不怪你, 你当初要是知道方子俊是什么样的人, 大学时还会和他在一起吗? 幸好现在还不晚, 你们只是领了证, 什么都没有做。 待在妈妈怀里, 我泣不成声。 回想到这几天发生的一切, 我感觉自己做了场梦。 梦醒了, 我还是那个有骄傲资本的小公主, 但当务之急是离婚。 婚礼闹剧后的第三天, 我把离婚协议书寄到了方子俊家里和他公司。 他当天下午开着车来到我工作的地方, 也是我家的公司。 陈总, 楼下有位自称方子俊的先生想要见您。 方子俊这是来兴师问罪了。 呵, 搞笑, 来不来这个婚我都离定了。 他有预约吗? 没有, 但是他说认识您, 一直在前台那里骚扰。 米克说那位先生一直不走, 他刚才打电话给我时都哭了。 能耐了呀, 敢骚扰小姑娘了, 你把这几份文件整理一下, 我待会回来看。 到休息室换了一套干练的黑西装, 扎起高马尾, 我气场大开的下楼会方子俊去了。 看着电梯镜子里的我, 想到了当年那个破碎文艺犯的青年。 当时怎么就迷了眼呢? 闺蜜劝分我还框框撞南墙不回头。 特么的, 骗我, 跟初恋断了, 这就是断了, 断出孩子来了。 你们陈总呢? 我是他老公, 他到底在不在公司。 抱歉先生, 您没有预约, 我不能放您上去, 即使您是陈总的丈夫。 看着现在好像泼妇骂街一样的方子俊, 我真是觉得自己瞎了眼。 大学热恋时, 无论在内在外, 方子俊都是一副千千君子的模样。 现在这个发型凌乱, 领带也不好好打的人, 是他吗? 眼看周围的员工注意力 都集中到方子俊身上了, 我不得不出声了。 可,大家该干嘛干嘛去, 都处在这事不想干了是吧? 看热闹的人一晃而散, 方子俊看到我, 眼神由惊讶到愤怒, 下一秒脸色直接清了。 还有,不是老公, 是预备前夫。 听到我说的话, 方子俊他直接就炸了。 家琪,我们还没有离婚, 我还是法律意义上你的老公。 行了方子俊, 别这副嘴脸, 要谈找个地方安静谈, 不要像个泼妇一样, 让我对你更厌恶。 不理会脸色铁青的方子俊, 我蹬着高跟鞋, 直接就去了公司旁边的咖啡厅。 眼角撇到跟上来的方子俊, 我心里一阵作呕。 幸好三个月前领证时没有如他的愿, 要不然要是有了孩子, 指不定他爸妈怎么闹呢。 谦谦君子, 文艺范青年, 我感觉自己的眼珠子应该回炉重造了。 就这狗呀, 为了个初恋, 跟自己老婆呛声, 还美其名曰, 只要孩子。 呸, 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坐下后, 我直接就跟方子俊摊牌了。 离婚协议书, 我已经签字了, 麻烦你也尽快把字签了, 你的冰冰还需要你陪伴呢。 看着对面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的方子俊, 我心里痛快极了。 现在就不舒服了, 往后会更不舒服。 佳琪, 一定要闹到这份上吗? 冰冰生下孩子后, 他就会出国, 你不要这样。 哇哦, 这是什么渣男发言, 方子俊你还能再见点吗? 如果你不想签字也行, 我会拜托法院强制执行, 丢脸的可能就是你了。 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眼神, 恨我吧, 恨我就快点离, 老娘还有大把人追呢。 别妨碍老娘找小鲜肉。 好, 我签, 三天后我就把离婚协议书给你。 行啊, 先去把证取了, 正好人家今天上班。 民政局的工作人员看到我和方子俊的时候, 还有点傻眼, 原来是熟人, 结婚证也是他办的。 嗯, 祝两位在密新春。 哈哈, 小姐姐, 你好会说话哦。 一把拿过离婚证, 对方子俊翻了个白眼, 我就开车回公司了。 喂, 叶叶, 出来嗨呀。 啊, 没事, 姐妹恢复单身了。 挂断电话, 拿出离婚证, 拍了张照片发朋友圈。 瞬间, 朋友圈炸了。 姐妹, 这是真的假的, 奇奇小公主, 快来快来, 也给酒吧好多小哥哥。 看着密密麻麻的信息, 怎么了, 大把人想约老娘。 对, 妈妈, 我和方子俊离婚了。 娜娜, 跟全体员工说等一下就回家吧。 对, 放假, 明天八点再上班。 可是您还要和迅腾老总会面呢。 不管, 推迟, 你老板今天要嗨个够, 不要给我打电话。 丢掉手机, 脚踩油门, 我猛地开车到 K酒吧。 诺, 帮我把车停好, 这五百块是小费。 把车要是丢给泊车小弟, 我拎这个爱马斯包包就进去了。 找到夜夜订的包厢后, 我直接叫经理再来个豪华套餐。 包厢所有人都在欢呼, 沉总牛逼。 来来来, 这是给你点的, 看看满不满意, 看着眼前清一色的帅哥, 不可否认我的荷尔蒙他动了。 就最左边那个寸头吧, 其他就不要了。 行, 那剩下的我们分了。 得到我点头试以后, 剩下的帅哥就被夜夜他们分了。 好家伙, 林夜你竟然左拥右抱, 想其人之福呀。 陈总, 喝酒吗? 耳边传来一道低沉的声音, 转头看去, 原来是寸头帅哥。 叫什么名字, 感受着手下的触感, 还别说, 这寸头就是好摸。 苏紫诚, 紫诚, 名字挺好听的, 喝酒吗? 喝一点点, 如果陈总不介意, 我可以陪您喝三天三夜。 小帅哥就是会说笑, 还三天三夜, 这不是扯淡呢吗? 甭管那么多, 及时享乐才对。 我开了一瓶拉飞, 拉着苏小帅哥靠在我身上。 没想到小帅哥还挺能喝, 三杯了, 一点没醉。 刚想再到一杯, 手机响了, 方自俊, 给我滚出来。 我和闺蜜夜夜开着车到方自俊家, 发现他家门窗禁闭, 但刚刚他表弟还说他表哥舅舅舅妈在家呢。 啊, 合着躲着, 不敢见人呗。 方自俊, 你特么地给我出来, 不出来, 我就报警了。 叫了几遍, 都没有人应声, 我直接从车里拿了个铁锤, 猛地锤向他家窗户。 下一秒, 方自俊他妈就出来开门了。 陈佳琪, 你有没有点教养, 一个女孩子这么暴力? 闺蜜夜夜直接推开方妈, 我拎着个铁锤走进去。 哟, 大家都在呢, 刚才我叫那么多遍, 还以为这家人全丝光了呢。 小陈啊, 你这话也太难听了, 什么叫丝光了, 刚才只是在睡觉没听到。 睡觉, 谁家睡觉穿得整整齐齐的, 方自俊呢, 叫他出来。 今天他不给我个交代, 我马上告他蓄意谋杀。 你你你, 陈佳琪, 不要仗着你家有两个臭钱, 就这样污蔑我儿子。 我拎着锤子猛地砸向方自俊他妈的脚边, 他吓得腿都软了, 倒在了地上。 我污蔑, 我爸是不是你们被你们弃进医院的, 方自俊他爸直直无无地, 眼神躲躲闪闪。 没有气他, 就是子俊他妈说, 你陪嫁的那套房子和车子不能收回去, 然后就。 所以你们就为了这事去气我爸妈, 说, 到底是不是方自俊他妈脸都涨红了, 他爸不出声, 但是这态度明显就是默认了。 房子和车子, 离婚协议书写得清清楚楚, 我陪嫁的商铺, 就给你们, 但是房子和车子不可能。 反正商铺也不值钱, 给了就给了, 就当方自俊赔我几年的辛苦费。 陈佳琪, 那是我家的, 给我们了就是我家的。 看着方自俊他妈那贪婪的嘴脸, 还有他爸那默认的态度, 我没封我闺蜜到快要封了。 只见他从包包里拿出手机, 打开直播, 对到方自俊他妈脸上。 大家快来看啊, 不要脸的前夫家竟然消想前妻的陪嫁, 都说陪嫁的商铺不用他们还了, 前夫他爸妈还消想人家前妻的独栋大别墅和大奔驰, 要不要脸了, 看着闺蜜的骚操作, 我眼着嘴偷偷地笑了。 看到自己被直播, 方自俊爸妈猛地向前想夺我闺蜜手机。 我眼疾手快地掀翻他们客厅的桌子, 砰的一声, 吓得他们愣在原地。 抢啊, 怎么不抢了? 我闺蜜说错你们了吗? 一个个的, 贪婪都写到脸上了, 再多说一句, 商铺也不给了。 看到方自俊爸妈不闹了, 闺蜜忍不住嘲讽了一句, 果然见人就是矫情。 方自俊去哪了? 喊半天了, 怎么不出来? 不会是和他初恋躲着, 不敢见我吧? 看着方自俊他爸妈 那一副难以启齿的样子, 方自俊该不会不管他爸妈了, 自己和初恋跑了吧? 子俊他, 他去找林语兵捉见了。 方自俊他妈说完就捂着脸哭起来, 嗯, 卓奸, 难道那孩子, 陈总, 您, 嗯, 您前夫他又来了, 就在楼下。 怎么又来了? 这个月已经第五次了, 发现孩子不是自己的种, 又回头来找我复合, 我是傻子吗? 告诉他, 我没空。 低头回复了苏子诚的信息, 我又继续看文件。 一个月前, 方自俊他妈说他儿子去捉奸, 结果孩子真的不是他儿子的, 而是林语斌在外面欠了高利贷时稿上的。 听说方自俊结婚了, 就想通过要挟来让别人帮他养孩子, 顺便骗些钱。 结果被方自俊发现了他和别人聊阿斯记录, 还有他借高利贷时拍的果照。 一气之下, 趁着林语斌借口去买婴儿用品, 直接来了个现场桌奸。 当天晚上, 林语斌就被赶出了方家, 就连对他冰冰长冰冰短的方妈的都扇了他几巴掌, 骂他不要脸。 当时这件事, 整个阿斯各种圈子都惊呆了。 这是什么狗血八卦, 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吧, 从那天之后, 方家爸妈还有方自俊就隔三差五地找我要复合。 真想拿镜子让他们照照, 这脸皮怎么这么厚呢? 就这前前后后的事, 还好意思找我复合。 可惜了, 老娘就算吃回头草, 也不会吃方自俊那一颗。 接了苏子诚的电话后, 跟爸妈说了今晚不回家吃饭, 我就驱车到了K酒吧。 包厢换了, 这一次只有苏子诚和我两个人。 开了一瓶红酒, 给苏子诚充业绩, 我随便吃了几个点心, 告别苏子诚回了家。 整整两个月, 方自俊都对我纠缠不休。 在他又一次上门后, 看见我办公室里坐着的苏子诚时, 他脸都黑了。 陈佳琪, 他是谁? 弟弟啊, 还能是谁? 酒吧认识的。 看了他一眼后, 我又埋头处理文件了。 昨天就嗨了一天, 文件就堆成衫了。 四老爹, 公司不管, 直接和自己老婆旅游去了。 不知道踩到方自俊哪个雷了, 正牵着字的文件被他一把抽走。 方自俊先生,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请把文件还我。 在方自俊的眼睛里, 看到了我自己。 曾经, 我的眼睛里看到的也全都是他。 琪琪, 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会改的, 我和林雨冰已经断了。 苦苦哀求, 姿态放低的方自俊, 在我心里已经掀不起任何波澜了。 看着他这样, 我竟然还觉得恶心。 则, 真是迟来的深情比草剑。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呢? 方自俊, 没可能了, 在你选择林雨冰的时候, 就已经没可能了。 你有你的人生, 我有我的生活, 以后也不要见面了。 大家好聚好散吧, 就当纪念过去在一起那几年吧。 听到我的话, 方自俊的脸色占红, 不一会, 直接整个脸都苍白了。 双目无神, 迷茫无措地看着我。 久久之后, 他都没有反应, 我以为他下一秒就会昏过去。 没想到, 他动了动嘴唇, 沙哑地说道, 是因为他吗? 你这么快就找好下家了。 许是听到自己被点名了几次, 苏子诚坐不住了。 他挡在我面前, 礼貌不失风度地对方自俊伸出了手。 这位先生, 你好, 我叫苏子诚。 苏子诚, 苏子诚, 名字挺好听的。 知道苏子诚的名字后, 方自俊就转身离开了。 可谁知, 他忽然就回头打了苏子诚几拳。 方自俊, 你有病啊, 有病就去医院, 在这发什么疯。 我看着苏子诚的脸都被打出血了, 对方自俊更是厌恶。 从休息室里拿出医药箱, 帮苏子诚处理伤口。 看着手下轻轻子子的伤, 我直接就拿起桌上的水泼到方自俊身上。 有病就去治, 在我这找什么存在感。 哈哈哈哈, 是, 我有病, 我病得不轻, 你是不是要和他结婚? 看着他癫狂的样子, 我又气又恨, 直接就破罐子破摔倒。 是啊, 怎么样, 你要来喝喜酒吗? 看着方自俊突然流下的眼泪, 我心里涌起了抱负的快意。 看到我坚决的态度, 方自俊丢下一句 祝你们百年好喝。 狼狈地亮亮呛呛地走了, 走到门口还回头对我说, 琪琪, 下辈子你还会喜欢我吗? 喜欢? 不, 我宁愿从未遇到你。 方自俊的嘴颤抖了几下, 最后扭头走了。 从那天起, 方自俊再也没有来找过我。 自成, 抱歉, 刚才的话是迫不得已。 苏紫诚的脸僵了一下。 姐姐, 你刚才的话不是真心的吗? 看着苏紫诚受伤的脸, 我有些不忍心。 可小鲜肉虽好, 我也明白这样的年轻男孩 对我肯定也另有所图。 我不像苏紫诚会把时间浪费在无聊的爱情游戏上。 经历了一段错误的感情后, 我不会病急乱投医。 自成, 我已经帮你联系好了到大的老师, 你过两天就可以回去读书了。 姐姐不适合你的, 好好读书, 以后会遇到你真正动心的人。 我突然想起, 和方自俊谈恋爱那几年, 想玩的想吃的, 都没有尽兴过。 每次出去, 都是为了照顾她的面子和荷包。 结果现在, 啊, 都了, 高山西流, 大河冰川, 没看过几个, 和闺蜜他们约好的四处周游世界, 也没有兑现。 人哪, 还是要多为自己想想。 我知道了, 姐姐, 苏紫诚离开后, 我继续处理文件。 把方自俊弄脏地丢到垃圾桶, 叫娜娜送了几份上来。 喂, 夜夜, 叫上他们, 今晚还怕走起。 不是说看冰川吗? 对, 有时间, 大把。 是啊, 老娘以后都自由了。 三年后, 南极冰川某个小岛上。 喂, 陈佳琪, 你行不行啊? 我行不行, 你们有本事自己下来捞啊。 真的是, 站着说话不腰疼。 还别说, 南极真挺冷的。 但是没办法, 谁叫我陈佳琪宠姐妹呢? 等一下, 林叶你这个大傻比不吃多一点, 明年你的生日, 老娘就不陪你过了。 岸上听到我呐喊的林叶, 连忙躲到其他姐妹身后。 瑟莉内忍地对着我喊道, 是你自己答应我生日帮我捞鱼的。 你不能反悔, 不然陈董是骗子的消息, 明天满大街都是了。 看着其他姐妹一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样子, 我气不打一处来。 我靠, 你们都是损友啊。 还有, 捞鱼你干嘛不说清楚, 是来南极捞鱼呀。 看到旁边那几只企鹅吗? 好像在说我傻呀。 唉, 交友不慎, 交友不慎啊。 片刻之后, 我终于从水里捞够了鱼。 开塘破肚, 撒调料, 开烤。 换好衣服后, 躺到躺椅上, 喝着香槟, 沐浴着日光。 三年来, 发生了好多事。 方自俊的消息, 已经很久没听到了, 上次知道他还是两年前去了佛寺, 然后就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 也好, 大家好聚好散。 方自俊他爸妈倒是找上门来, 不过态度比以前好多了。 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他儿子去哪里之后, 两口子就卖掉了现在的房子和铺子回了老家。 倒是林宇宾过得不好, 孩子生下来后就狠心地丢到了福利院。 自己拿着身份证, 不知道跑去了哪里, 高利贷的人找了一年都找不到他。 有人说, 看见他在境外, 跟了当地的一个有钱有势的富商。 也有人说, 他回老家了, 只是改头换面, 不叫林宇宾了。 更有人说, 其实他早就死了, 被高利贷的人活活折磨死了。 突然一阵铃声, 打断了我的思绪。 嗯, 未知号码, 会是谁呀? 喂, 你好, 我是陈佳琪。 对方不说话, 我又叫了几次, 等到我快不耐烦了, 对方才应声。 西齐, 我是子俊。 方子俊, 是你呀, 你找我有事吗? 消失几年了, 忽然出现, 不会是对我愚情未了吧? 嗯, 没事, 就是我想问问你, 过得好不好? 方子俊的声音沉稳了很多, 好像经历了些什么。 不过, 他没毛病吧, 几年前还在办公室打人的方子俊, 现在竟然问我过得好不好, 我挺好的, 没什么就挂了吧, 也不用打过来了。 你有自己的人生, 我也有自己的生活。 为等他回话,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转身向闺蜜问道, 林叶, 你们考好没有啊? 寿星宫今天多吃点啊, 都是我的功劳。 大寿星林叶对我翻了个白眼, 其他姐妹相继发出了笑声。 我还没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